当然如果仅仅有这两个层次的话 宝代爱情悲剧 还带着某种虚拟的虚构的那种因素 因为一个是终极性的解释 一个是民俗性的解释 你都可以说这样的一种解释 过于强加于人了 这样的解释过于理想形态了 那么在现实的形态下 宝代爱情故事的发生和展开这个过程 是不是能够让人们接受呢 是不是能够让人们看到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即使没有前身的那种环泪的故事 即使没有那种民俗的那些禁忌的东西 是不是也同样发生 同样是悲剧的 是你才能相信红楼梦描写的现实的感受 才能够真正 佩服 真正欣赏 小说家的高超的思考 红楼梦小学的确有这种高超的思考 小说中展开的宝代爱情的实际的现实形态 就是一种既不允许发生 也不允许成功的一种爱情的悲剧 从不允许发生这个层面那一段 宝代从小就青梅竹马 那么在传统的观念当中 他们是比较兄妹 青梅竹马这种感情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要超越这种感情 成为男女之间的一种私情 这就不被传统社会 传统观念所认可 因为这就违背了一种贵族少女的文化的约束 文化的体育 贾母 当她知道 宝玉要结婚的时候 宝玉的婚事已经定下来的时候 但玉哭得死去火来 病得气息奄奄的时候 有一段议论 直着整个思考 虽然这段议论在后四是回你头 但这个写法应该说 展示了 整个家庭对宝代之间那种关系的 一种深刻的评价 虽然这种评价不一定都能说出来 只有贾母才能说出来 贾母这么说 孩子们从小在一块玩 好些是有的 就是关系好 这是有的 等他们大了 懂得人事 就该要分别些 才是做女孩的本分 应该分别 我心里 我才心里疼她 若是她心里有别的想法 成了什么人呢 我可是白疼她 又说 咱们这种人家别的事自然没有 这新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 您丫头若不是这个病呢 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得 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 我也没心肠 贾母认为保代二人不该有这种男女之间私情的这种心病 这是不允许发生的 当然也是不允许成功 古代社会对男女之间的私情 原本就有一种社会制约 尤其是在贵族家庭里头 这种制约是不成文的一种规定 那么一旦违背这种制约 就是违背这种社会的规范 违背这种家庭的规范 这是不允许的